第十一章,马鞍河战役 德军逐渐滚滚南下,巴黎像一条巨大的防波堤隐约地出现在他们前面。 敌人的首都不但是法国的心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 它是错综复杂的铁路珠网的中心。 大量军队可以在任何方向通过人行小道几乎无限量地进入。 任何人不经正式地围攻不能指望进入巴黎。 德国大炮此时还部署在安特卫普前线。 要前进到巴黎两侧,德国人还没有军队,要进入巴黎,德国人此刻还没有这种大炮。 那么该干什么呢? 他们必须在巴黎和法尔登之间进军,攻占法尔登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并保卫他们的两翼。 防止从这两大堡垒城市发起的反攻,继续向前推进以击溃法国野战军。 这肯定也是经典性的传统。 毛旗不是如今这个毛旗,而是已去世二十五年的大毛旗,不是宣称过方向巴黎。 目标,敌人的野战军。 哈,八月三十一日正午,法军勒皮克指挥官带着他的中队外出侦察, 从古尔奈附近阿隆德发来报告说,敌军克鲁克第一军漫长的纵队折向东南朝贡比涅进军,而不是继续向巴黎进发。 这个消息第二天得到英国与法国飞行员的证实。 到九月二日夜幕降落时,此刻到达巴黎北边附近地方的莫努里将军的第六军报告,在桑里斯巴黎一线之西没有得军。 就是根据三日又被英军飞行员证实的这些消息,加利尼采取了行动。 人的头脑肯定未曾想到这样的设计,人的手也肯定未曾在棋盘上下过这样的棋子。 但几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事件就这样拼凑在一起了。 第一,有加列尼这么一个人在负责任。 他被固定在堡垒中不可能走上战场,因此要把重大战役引到他身边。 第二,他手上有武器——莫努里军。 给加列尼这支军队的一个目的是保卫巴黎,如今他要为另一个目的使用这支军队,即在战场上做决定性的调动。 把这支军队调拨给他本是违背霞飞意愿的,但他将证明这是霞飞获救的手段。 第三,遇上了机会,克鲁克布直线前进,他热切地追逐英军和法军。 他认为英军已溃不成军,法军已士气低落,在他经过巴黎扑向掌握莫努里军的加列尼时,他的整个右翼和后方都显露了出来。 请看,如没有其他两个,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就失去了意义。 这些因素相互依赖,他们都在这里出现,现在全都具备。 加列尼在一刹那间理解了当时的处境,他惊叫道,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他太好了,不像是真的。 但他是真的,每个小时都有证实的消息来道,他欣喜若狂。 到三日,他即刻命令莫努里军部署在巴黎的东北方,在48小时内部署完毕,使军队能够在五日打击克鲁克,连同他率领的在他们有肩胛骨后边的整个德军挺进线。 但这样布置远远不够。 急速临时拼凑的莫努里军,他本身在这样规模的形势下能做些什么? 加列尼必须掩护英军,他必须推动霞飞协力作战。 三日晚上八点半他书面要求霞飞批准他已经命令莫努里军执行的这个行动,并竭力主张巴黎和法尔登之间的全部法军在他发动攻击时同时发动总攻。 霞飞和他的司令部在那天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组成精密参谋机器的许多单位有两天一直在移动,现在终于在一个心中心安顿了下来。 我们一定不可认定霞飞和他的助手终日不思考事情。 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很明显,如果有流动部队坚强的保卫凡尔登和巴黎的堡垒群,德国入侵军大批的簇拥向前会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形成宽广的新月形地带,这就为法军总攻创造了机会。 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不知何故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原则上,他们和加列尼是一致的。 从撤退一开始,霞飞就说过,在我的两翼有包抄的有力位置时,我将发动进攻。 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才有这种条件呢? 这是刺痛人的话,但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但没有做出决议或方案,而且还发出与这种计划不一致的重要命令。 加列尼的信使于三日晚到达奥布和叛巴尔,第二天整个上午,虽然莫努里军已出发进入准备好的阵地,加列尼还是万分焦急地等候回音。 四日下午,他乘车出发去莫伦,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派英军合作。 请记住,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时,霞飞曾是他的下属,而且他又是正式指定的霞飞继任人。 他所想的不光是巴黎周围的当地形势,他还为整个法国着想,他的举止表现出作战天才的自发信心。 可是弗伦奇正帅部队在外地,他的参谋长莫里接待了这位巴黎军事总监。 他们的谈话既冗长,又有些空洞。 一个下属的法国将军对英军指挥部建议,进行新的绝对重要的战役是一个不合适宜的举动。 9月2日约翰、弗伦奇爵士写信给霞飞提议, 如果法军改变方向,在马昂河展开大规模战役,英军将投入战斗,让双方实力来一次彻底的检验。 霞飞回信说,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目前考虑以我们全部军力在马昂河上做一次决战是可能的。 这位统帅人数不多,疲惫不堪的军队,承受了最大苦难的英国将军,禁不住感到一阵寒净。 他迅速反应过来,记起自从蒙斯战役开始经历的一切,他突如其来地得出了一个并非不可原谅的结论。 法国人以丧失信心,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重新发动攻势,无论如何在未来若干时间内是如此。 迄今为止,他的盟军能做的只是巨战、战败和撤退。 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而言,他们的所有计划似乎全归失败。 他知道政府要离开巴黎,迁往波尔多。 他看到在霞飞第二号指令中提到的撤退最后止步线远远在他此刻所处位置的后面。 在弗伦奇的建议被谢绝之后的日子里,弗伦奇无法从内心排除这样的念头,及法军的抵抗有整体垮台的可能性。 事实上,事情明白着,根据德军不懈进攻巴黎的事实,可以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于击溃法军。 要是他身处德军司令部,他就会知道,在这个紧要时刻,毛奇信心十足的期望将法国大军赶往瑞士。 或者,如果卢普雷希特能够突破南西和图勒之间的防线,就能把法军赶到他们自己的东部堡垒线的后面,从而很快地迫使他们全面投降。 要是他被允许得知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他就会知道,霞飞曾建议宣布巴黎魏部设防城市,把巴黎让给来到的第一支德军。 霞飞还同时命令萨拉伊将军放弃法尔登,只是由于梅西米的阻挠和萨拉伊的顽强坚持,才阻止了这两大灾难成为继承事实。 人们真的不能责备阿齐波尔德·莫里爵士,我们知道,因为他的首长不在,他处于怀疑而为执行巴黎军事总监的公认未经授权的方案。 不管怎样,他临时允许制止英国军队向南移动,并转过身来,开向一条相当靠后的防线。 与此同时,四日早晨在奥布和潘巴尔的霞飞接到加利尼三日夜发出的信。 整个上午,他都在沉思此事,到正午,他用电报准许加利尼如他建议那样使用莫奴里军,但加上明确条件,即不应攻击马鞍河以北的敌军,只能攻击马鞍河以南的敌军。 稍后他打电报给此刻指挥法国第五级团军的弗朗谢·德斯佩雷,问他什么时候能准备完毕参加总攻。 弗朗谢在四日下午四时回答,他能在六日早上发动攻击。 这个回答在五六点之间到达霞飞手里,但之后三个钟头他什么也没干,未做决定,未发命令。 加利尼在近八点钟时从莫伦回到巴黎,他离开他的司令部已有五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霞飞对他的信的答复一道。 总司令的明确条件,即莫奴里军只能攻击马鞍河以南,不能攻击马鞍以北,使他心神不安。 他还听到其他令人难受的消息。 他收到亨利、威尔逊、莫里的助手,得电报说英军继续后撤。 紧接着他又收到驻英军司令部的法国联络官于盖上校的电报,得知约翰。 弗伦奇爵士对他建议的回答是,考虑到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决定进一步行动之前最好对形势再做研究。 现在是九点钟,显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有军队在天亮以前将继续撤退。 就他所知而言,他得到的仅仅是准许他使用莫奴礼军做孤立的侧面进攻。 加列尼走到电话机旁,打电话给霞飞。 总司令接了电话,两人交谈了起来。 由于法军总司令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他的命令,霞飞的地位远在加列尼之上。 但现在几乎是个人接触,加列尼与他的旧下属至少在以平等的地位说话。 而霞飞出于道义,克服他的妒忌心和上下级礼节观念,感觉到了这位勇敢同志强烈而明显的指导作用。 他同意加列尼可以在五日攻击马鞍和以北的敌人。 他随即回到他重要军官的小圈子,下令于六日进行决战。 不幸的是他的迟疑和先前的耽误引发了其他情况。 我们从上边引述的时间,可以明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命令从计划到议程电马,到达时再把电马议程文字要花多长时间。 在命令发出前已近午夜时分,速度事实上还不如复制超舰由军官乘汽车递送款。 最近的福旭在午夜一点半收到他的命令。 弗朗谢和约翰,弗伦奇爵士直到三点以后才得知这项重要的决定。 接到命令时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向南行军。 不过,现在头子已置下去了。 那天的著名命令已经发出,从凡尔登到巴黎令人激动的百万大军向后转, 把一百万把刺刀和一千门大炮指向入侵的敌人。 马鞍和战役开始了。 总体来看,人们必定认为马鞍和战役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战役。 在那里搏斗和冲击的基本军队当然远远超过曾发生过的任何战争。 说马鞍和战役决定了世界大战的命运也是正确的。 六次其他重大危机沿着各民族走过的苦难道路留下他们荒凉的遗迹。 我们大可以说,这些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至少部分地改变马鞍和战役的决定。 协约国军可能在其他场合被打败,德国可能从世界大战中实现胜利的和平。 如果法军在1917年被打垮,英国海军没有扼杀潜艇战,美国没有参战, 今天和明天的学者阅读的将是不同的历史书籍和不同的地图。 但在马鞍和战役以后,德国再也没有获得彻底胜利的机会。 他们引以为傲的军国主义的所有要求绝不再有可能得到完全的证明。 对科学力量的支配绝不再能成为德国永久的优势。 在随后可怕的几年中,世界和交战大国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民族还在拼命战斗,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较低水平上进行战斗。 屠杀和炮轰在增加,但军队的士气和军事冲击力绝不如以前。 到1915年底,英国是一个勇于作战的强大国家,整个英国精行起来整顿它的力量。 到1916年底,德国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1917年,美国被拖入战争。 事情很明显,即使法国完全被征服,英国和美国从长期来说也能够打败德国。 德军若在马鞍河战役获胜,本来可能在六个星期内结束战争, 德国皇帝和他的二十个小国之军以及他们的封建贵族本来可能为他们创立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传说。 我们必须记住,9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参谋部深信, 他们在东县已取得胜利,有种种理由相信在一周之内他们将俘虏或击溃在西县与他们对峙的所有军队。 根据广泛报道,10日那天毛奇向主子报告了不利的事实, 德国在这场战争中输了。 形势显然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某些巨大而神秘的潜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还有那个使子孙后代疑惑不决, 使那些经过大灾难活下来的人感到惊奇的问题正是什么原因。 在当时,没有人为是什么原因而着急。 每个人面对每个钟头,每个星期的新危险, 他们只关心结果。 德军入侵,法国停止了。 山崩式的火雨缸不但停止,而且向后击退。 德军不可战胜的担忧消散了。 现在有充分时间让全世界投入战争, 甚至对于最爱好和平, 最没有准备的国家也有时间把自己转变为军火库和兵营。 当然这就够了。 所有人功倍低头为战争所累, 协约国中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怀疑最后结局是这样, 在德国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中也很少有人怀疑最后结局是这样。 我们绝不再需要担心关于法军在别国军队前整体投降的这种想法。 从最坏处着想, 也会有会谈、谈判、讨价还价、 互相妥协和争论不休的和平。 自从战争开始, 各种艰辛的研究就已开始进行。 大量出版物, 官方的、 非官方的和反官方的陆续出版。 这些刊物收集了无数事实。 虽然有非常多的事实被隐证, 但是有少数极端重要的事实被隐瞒了。 在这些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争论中, 有多种辩解理论得到热烈拥护, 为付出代价而连连较苦的世界满足于获得可靠的保证, 即法国人在马恩河战役中打败了德国人。 法国官方历史登载着9月5日午夜为止前事态的谨慎叙述。 根据他的叙述, 对加列尼颇具偏见, 马恩河战役到6日才开始, 对于事情发生的情况, 法国军事史家绝口不谈。 1914年9月5日晚到1915年1月, 在他们的书中是一片空白。 显然, 对立学派专业意见的辩论, 对事实极其评价的激烈争论, 对杰出人物感情的尊重, 导致编联史家掠取他们继续中这段最重要的情节, 等到他们认为可以顺利书写的时候, 再写下去。 就法国人对歧视情况的叙述来判断, 他们认为那次战役的范围是从巴黎到凡尔登, 而德国人的技术与他们自己的方案相吻合, 他们认为这次战役从巴黎右边绕过凡尔登转角, 伸延到福日山脉。 德国人认为他们全部七个集团军参加了马鞍河战役, 协约国方有法军五个集团军连同一个英国集团军投入这个战役。 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观点, 13或14个集团军的战斗, 每一个军由一个巨大城市的成年男性人口组成, 每小时全都以惊人的数量消耗粮食、物资、军火、财富和生命。 我们也务必记住, 法军和英军在当地作战, 他们的储备和集养可以由当地攻击, 而德军急速推进, 远远离开他们的后方组织和铁路终点站。 法军有完善的交通线, 有向这一方向的和向那一方向的, 而德军尚未修复他们急行军中造成破损的公路和桥梁。 法军在内线作战, 而德军要绕过射防的凡尔登转角。 马鞍河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式的基础上开始的。 与以往任何战役相比, 这次的战斗不大像一个战役。 相对而言, 被杀或受伤的人很少。 军队没有立下公认的伟大战功, 没有引起公认的与这次重大战事相应的轰动。 沿着200多英里的战线, 疲乏地受战争折磨的军队, 进行松弛而绝望的战斗。 然后在一刹那间, 一方突然产生自己的力量, 不如对方和他在这场战事中失败了的感觉。 但引起这种难以抑制的心理反应的细节原因是什么呢? 我只能尝试着向大家提供 还不完全明确的整个链条的几个环节。 对马鞍河战役的流行看法认为, 它是法国对德国的大反攻, 向美洲报铺向入侵者咽喉, 向插上激情与欣喜的翅膀向前猛攻, 这些看法与事实真相截然不同。 撤退在法尔登与巴黎间的法军, 要花相当时间转变方向。 这些庞大沉重的队伍, 只有经过好几小时, 甚至几天才能有效地倒转他们的开进方向。 就在法军转过身来开始前进时, 他们碰上追赶他们的德军, 他们极其镇定地立刻停了下来向德军开火, 德军在他们的枪弹前纷纷倒下, 这是逆向的边界战斗。 当德国入侵者停下来, 用机枪和大炮向他们开火时, 法军不再是在马赛取生中疯狂往前冲, 形势反了过来。 这是努力前进的德军第一次感觉到法国炮兵的可怕威力。 倘若法军在边境上就这样做, 倘若他们一开始就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敌人的血肉之躯, 今天的世界图景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当9月4日晚上霞飞结束与加利尼的谈话时, 马昂和战役的胜利实际上已稳操胜券。 虽然此前法军屡战屡败, 蒙受极为惨痛的损失并一天天后撤, 但他们仍然是巨大未被打垮的高质量的战斗部队。 虽然英军以高速度后撤并损失了一万五千官兵, 但战士们知道他们与人数多一倍的敌人作战, 而且给德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特遣部队和增援力量已经到达, 他们正处于向上的转折点, 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力量。 虽然德军在西线有78个师, 英法联军只有55个师, 但这种优势远远不足以达到他们期望的最高目的。 按施力分计划队胜利保票的规定是用97个师专门对付法国, 而且在这些师中有71个师执行通过比利时的迂回攻势。 而毛奇用在西线上的军队少了19个师, 用在庞大迂回攻势上少了16个师。 从这些师中, 他又抽调两个军团四个师去东线。 他还认为阻止英国远征军继续横渡海峡的运输不值得。 根据德国海军事记载, 参谋部首脑亲自回答说, 海军不应进行这样的战争, 否则将与我们的利益相抵触。 如果西线的陆军在与法军和比利时军作战的同时应付16万英军, 这甚至对我们有利。 由此可知, 在霞飞做出决战的决策时, 力量的天秤已经对协约国大大有利。 与法国官方技术的相反, 战役是从5日开始的, 当时莫努里军在沃尔克河与敌人接仗, 让我们加快讲述那里的状况。 逢克卢克军向南进军, 擦过巴黎边上时目睹了埃菲尔铁塔, 他的五个军团中的一个担当侧位。 天空万里无云, 一点钟光景侧翼军团突然与从巴黎向他大步前进的法军遭遇。 为了试探进攻者的力量, 德军开始攻击, 顷刻之间爆发剧烈战斗, 范围不断扩展。 法军力量似乎越来越强, 德国侧翼卫队被击败。 德国军团遭受严重损失, 后退7英里。 来自巴黎的进攻势头越来越凶猛且持久, 其背后有越来越大的后继力量。 穆瑟建农, 被打败的德国将军希望第二天早晨运气好转, 没有向克卢克报告。 但一个德国飞行员注意到了底下的战斗和意想不到的战线位置, 他向陆军司令部做了报告。 直到当天午夜时分, 克卢克才得知他所指望的盾牌已被打碎。 直到此时, 他才记起毛旗的命令, 即在主要禁军中要把法军赶入瑞士。 克卢克和比洛的大军本应建成有防护能力的侧翼, 以防止从巴黎出发的攻击。 但他不但没有保护德军行军线, 他的侧翼反而让人撕开一个大口子。 四小时后天将破晓。 因此, 克卢克没费更多的周折便召回了作为他主力的两个军团, 嘱咐他们再次渡过盲盒在他被打败的侧翼卫队的北部部防。 由于六日莫奴里攻击的压力继续存在, 他随即命令最后一支部队左翼的两个军团在48小时内行军60英里,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他决心不使北部遭受侧翼包抄, 不使他的交通线被切断。 克卢克本来十分快捷地向南推进, 设法找到被打败英军的残部, 现在他突然完全转过方向, 使全军面向西方, 阻挡莫奴里军继续从巴黎发起进攻。 但所有这些措施需要时间, 直到九日上午克卢克才进入新的阵地, 准备以优势兵力攻击莫奴里, 并把他赶回巴黎的城防攻势。 与此同时, 战事在继续进行。 与克卢克战线相邻的是比洛。 比洛也记得他下令组织侧翼卫队, 以防止从巴黎发起的反攻。 此外, 克卢克军团的撤退使他的右翼完全暴露在外。 因此, 比洛向是在梳轴上旋转, 他的右臂缩回来, 他的左臂向前伸展, 在六日、 七日、 八日和九日四天里, 他铸成面向巴黎的阵地, 几乎与过去的阵地成直角。 看了下边示意图的任何人都能看出, 不论克卢克还是比洛, 现在他们的左翼都暴露在外, 翼兽从南方向他们开进的协约国军的进攻。 我们知道, 英军和法国第五级团军弗朗谢、 德斯佩雷军, 已在五日早上回过身来, 向前进军。 这仅仅是开始, 克卢克和比洛不但暴露出左翼, 使其翼兽强大部队的攻击, 在他们之间还开了个可怕的祸口, 祸口有三十多英里宽, 出骑兵外没有独阻的部队。 事实上, 骑兵的人数极多, 有两个骑兵军, 尤克卢克指派的马维茨军, 和有比洛指派的里希特霍芬军, 但却是只有骑兵而没有共同的指挥官。 可怕的祸口紧蒙着一层皮。 我们可以想象, 设在卢森堡的德军高级司令部, 在地图上眼见这个怪现象, 逐渐而不可阻挡的出现时, 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只有两个军从主要战线后边向前进军, 这里就是适合他们的地方, 现在就是适合他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使用去围攻纳穆尔的那两个军? 哦, 是的, 我们派他们去维斯图拉,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要走多远的路程呢? 他们现在从七百英里外八十节火车下来, 德皇很可能惊叫, 毛起, 毛起, 还我军团。 如果排成掌牌的现代军队的庞大机体发现在其队伍中有个宽广的祸口, 却拿不出后背部队把它堵住, 他们不能像几个连或几个营那么彼此从一边侧着移动靠拢, 只能以前进或后退来缩小祸口, 那么用哪种办法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查看在漫长战线的其余部分发生了什么。 德国入侵部队开始在极左处进行包抄时, 卢普雷希特亲王发现他无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间的防线, 法国堡垒的重武器, 准备严密的阵地和顽强的狄巴伊军与卡斯泰尔诺军给进攻部队造成大量杀伤后, 阻止了他和他的巴伐利亚军。 他从梅斯出发时拖着巨型大炮, 运输这些炮花了许多时间。 现在别的地方也需要大炮, 因此卢普雷希特于9月8日报告上集说, 他无法攻破特鲁埃沙尔姆, 他实际上停顿不前。 在法尔登东北, 萨拉伊面对德国皇太子的军队, 这个堡垒的炮火也给对方造成了沉重打击。 以相当距离绕法尔登边缘进军的皇太子队伍遭受了不少损伤, 并被阻拦不能前进。 其次说一说, 福腾堡公爵和逢豪森将军的部队。 前者遭遇得朗格勒部队的阻挡, 后者在圣贡沼泽周围遇到福旭将军部队的抵抗。 在整个中央地段, 战斗是混乱的, 模糊的, 至少可以说是非决定性的。 在比洛军的左边, 此刻与比洛军一起的还有近半数的豪森军, 黎明时分有德军向福旭军发起大规模的白人战。 德军宣称, 这次进攻获得成功。 一个福旭军团的前哨基地和突出部队确定被迫后退, 不过法国野战炮的主要阵地安然无恙, 继续其毁灭性的轰击。 每个人都记住了福旭断断续续的话, 我的侧翼被迂回, 我的忠心后退, 我要攻击。 三支德军试图直接冲击法军阵地失败了。 法军尽量避免发动攻击, 只满足于杀伤敌人, 虽然这很难说是一个有意做出的决定。 大体上说, 德国皇太子福腾堡公爵和冯豪森将军的军队到9月8日在萨拉伊, 德朗格勒和福旭的前面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法军和德军战线的中心彼此紧靠形成完全的军事。 我们目击了欠豪战产生的巨统。 但此时那个豁口情况又如何? 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个豁口。 那个豁口还张开着, 他宽30英里,处在德军右翼的两个军团之间。 现在坚定的大踏步进入这个豁口的是英军加上法国第五级团军弗朗谢布的右翼。 在进军中, 这五个英国师以他们自己的五个骑兵旅和一个法军骑兵师为前导。 他们继续大步前进。 德国飞机看到五条15英里长的黑色毛虫正在吃掉白色的大陆。 飞机报告, 大量英军前进。 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 现在只有一个骑兵军, 其他军队已被比洛调走, 只剩六个营步兵和在后方远处的一个受重创的步兵师。 这点军力不可能阻止或有效拖延12万职业军队的进军。 而且需要跨过三条河流或西建, 需要清理四条草木丛生的山脊。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这个蝎子敲进这个窝口。 这支大军每前进一小时, 每前进一英里, 比洛赫克卢克战略上的局促不安就越加沉重。 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骑兵和步兵被气势汹汹的英国使用步枪的骑兵赶回, 这些骑兵有迅速急剧的刺刀和大炮支持。 可是在整整四天中, 英军损失近两千人。 这次进军所起的作用不是战术性的, 而是战略性的。 英军进入这个窝口并不是出于某人的天才指挥, 而是一系列混乱的事件促使他们自然地进入这个位置。 当他们前进时, 窝口就在他们前面, 在整个战线中这里是抵抗最小的路线。 沿着窝口, 他们钻进去, 冲进去, 而窝口正好倒向德军右翼的战略要害。 完全是天意和盲目的命运注定, 尽管这支英国军队经历不太旺盛, 但仍然实施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英军继续前进, 自蒙斯出发以来以鞭子和叫喊追逐他们的怪物,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洛发现他的右翼受法国第五级团军压迫, 向后退却, 而他自己与右边克鲁克的联系由于英军挺进不断地被切断。 克鲁克刚刚布置好有力阵地要与莫努里作战, 然后发现自己的左翼和左翼的后方已暴露给敌人, 处于极度危险当中。 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 首先反映在比洛和克鲁克司令部的地图上, 地图上记载着有关供应、 安全, 甚至至少让两支军队三分之一的人逃出险境的数以百计的详细资料。 他们心中忧虑的严重程度, 不由自主地通过一件件事项暴露了出来, 反映出了最高权力中心的恐惧。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谈谈, 这是我们的特权, 在卢森堡的皇帝指挥部。 时间是9月8日早晨, 集合在那里的权贵要人, 由于没有接到以令他们习惯的每小时一次的胜利消息, 而感到惊恐。 相反却来了卢普雷西特被迫停滞不前的报告, 接着送来截获的霞飞五日的作战命令, 全部法军已发起攻击, 皇太子说他被压制住了, 他报告说, 我们只能实现极其微小的前进, 我们受大炮轰击, 伤亡惨重, 步兵简直被炮火包裹住了, 没有办法向前推进, 我们能做什么呢? 福腾堡公爵和豪森也以同样语调报告同样的遭遇, 不同的是另外他们还受到刺刀的攻击。 至于比洛和克卢克, 人们只要看地图就知道了, 不需阅读他们所写的战术报告, 因为飞机和其他方面的报告证实了他们承受的战略上的痛苦。 在这里宽敞的房间内召开着高级会议, 会议在命令声、 敬礼和足跟马斯咔嚓声的气氛中进行, 这里远离炮轰,远离战线的绝望, 肮脏和混乱, 这里完全汇集和记录了入侵法国的庞大德军所承受压力的种种结果, 就像是市场崩溃时期, 华尔街的股市行情收录器, 价值每分钟都在变动, 最高权力单位蜷缩在新的位置上。 9月3日, 隐约出现的胜利希望被8日的失败报告所取代, 这是以鲜血为代价而不是纸上空谈的事迹。 颇有功绩的德军中级军衔参谋官鲍尔上校向我们描述那里的情景, 绝望的慌乱情绪绝住了全军, 更正确地说绝住了大部分领导人。 最高指挥部出现了最糟糕的局面, 毛奇完全垮了。 他坐着, 脸色苍白地盯着地图, 木然没有一点感觉, 变成了一个灰心丧气的人。 冯施太阴将军, 毛奇的副手肯定地说, 我们务必不要失去思考的能力, 但是他并没有负起职责。 他本人也没有信心, 说话中也流露出他的感觉, 我们说不清局势将怎样发展。 塔鹏, 作战部长, 尚文曾提到他, 仍像平时那么平静, 他认为失败根本不是他的过错, 现在也不至于完全失败, 因为他还没有失去思考能力, 但他没有做任何事。 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听不到重要的消息。 鲍尔就是这么说的, 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毛奇做决定。 毛奇是谁? 他是这个伟大名字的影子, 他是老陆军元帅的侄子, 曾是他的副官。 他是一个普通人, 应该说他是一个侍臣, 一个在和平时期的宁静日子里, 为皇帝众议奔走于宫廷的人。 这种人不会与君王闹别扭, 他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个性, 他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好脾气, 无害的, 值得尊敬的普通人。 这个命运不佳的人, 砰得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严酷的, 无情的浪潮, 在这种猛烈的撞击下,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也可能退缩。 他怎样做, 几乎没有什么疑问。 一份简单的给所有各军, 并通知每个市的电报, 如果你们不能前进, 便逐攻势坚守, Bastigian Nullaritrosum, 不可让出一寸占领土地, 似乎这样可以稳定形势。 可是此时只有英军知道, 根据布尔战争经验, 现代武器在防御中的威力。 法军在这次战争中才第一次享受到, 这令人鼓舞的经历。 对方没有一个军人知道, 事实上, 200英里前线中的30英里豁口, 只是为进入他的进攻者设下的陷阱。 几乎在请客之间, 他变成不是胜利而是危险的突出部, 变成交叉火力和从两翼反击的巨大目标, 成为进一步进攻的最坏地方。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 建有密切的小团体和兄弟会, 这是德国士兵与其长官的关系, 犹如17和18世纪耶稣会会员, 具有的罗马天主教会教士与红衣主教之间的关系。 他们说自己的语言, 他们有自己的特殊从属关系, 他们以较高的材质使用人力与物力, 这种材质来自他们的知识和组织。 在9月8日午夜光景, 毛奇把他的观点或心态告诉了这些军官之一的情报局局长亨奇上校, 这两个人现在都死了, 没有一个人留下他们对话的记录, 我们只知道谈话以后发生的事情。 亨奇上校登上他长长的灰色汽车, 沿着整个战线行驶, 在军队的每一个司令部停留一下, 最后天黑时分到达比洛的司令部。 他见到担任这个军团参谋官的兄弟, 他与兄弟深谈良久。 他们彼此同意, 如果确实发现英军大批渡过盲河, 长驱进入比洛与克卢克之间的窝口, 比洛应与右翼和中央的其他德军一致退向埃纳河。 亨奇抽出很短一段时间与老比洛做个人谈话, 我们得知这次谈话相当悲观。 他当晚睡在比洛司令部, 一日早上七点起床, 而要到九点才有人叫醒老人, 于是他再次与总参谋部的军官谈话。 很清楚, 此时他们正在考虑昨天送来的报告, 英军的先头部队无疑正在渡过盲河。 因此, 昨夜确定的形势已经成为现实。 比洛适时地进入他的司令部办公室, 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通过他的参谋官进行指挥, 下令第二级团军撤退。 亨奇既已知道第二级团军的行动, 便继续赶他的路。 在到达克卢克司令部前, 他碰到一些麻烦。 他必须穿过可怕的窝口, 他的汽车被大量撤退的德国骑兵堵塞。 他还遭到一次英国飞机袭击, 陷入他所描述的恐慌事件中。 直到正午后, 他才到达克卢克司令部, 在此地他再次只与参谋官打交道。 他根本没见到克卢克。 他告诉克卢克的参谋长逢屈尔, 由于现在知道英军长驱进入了那个窝口, 比洛的军队即将后撤。 但是据亨奇说, 大约两小时之前, 屈尔已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依旧健在, 而且写了一本厚厚著作的屈尔承认, 撤退的命令是由他的下属, 显芒固, 用变化传达的, 可是这位下属误解了他的意图。 他宣称是亨奇给了他确切的命令, 要克卢克的军队退向埃纳河, 试图把全部责任推在这个人身上。 1917年由鲁灯道夫下令对这个著名插曲进行调查, 证明亨奇上校没有责任。 后来弄清楚, 毛奇给他的任务, 简而言之, 是弄清楚撤退是否必要, 若有必要, 协调五支德国军队的后退行动。 为此, 以最高指挥部名义, 给予他完全权力。 但仅仅是口头上, 给予他完全权力。 屈尔与亨奇之间的斗争, 由屈尔与他在坟墓中的对手继续下去。 屈尔宣称撤退的命令是明确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没有请求以书面方式得到这个至关重要的命令, 而且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克卢克, 等到克卢克知道此事已有几个小时过去了。 不管情况如何, 成为战争失败焦点的亨奇, 当时来回穿过整个德军战线。 在外出旅行中, 他收集了一些坏消息, 回来后他又发布了致命的命令。 他使用给予他的权力连续命令德国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和第五级团军撤退到埃纳河一线或与那条线相一致的地段。 他只是在一个地方遭到了反对, 受多番嘲弄的德国皇太子亲自接待了这位毛奇的使者。 面对撤退的命令, 他要求书面文件否则拒绝服从。 所有亨奇的命令全是口头的, 而且全都传达给参谋官。 在这里, 他直接接触到了第一位司令官。 于是他说, 他将有从卢森堡发出的正式命令。 这命令是第二天用电报发来的。 就这样结束了马鞍河战役。 在撤退开始以前, 渡过马鞍河的唯一协约国军是英军。 事实上, 我们可以说, 沿着从凡尔登到巴黎的整个战线, 法军在马鞍河战役中根本没有向前推进。 在扶絮以左和扶朗谢以右的一些法军实际上是向后退。 协约国军中唯一不断推进的部队是英军。 他们在9月5日至8日的四天时间里, 向北推进了4英里以上。 但为了不使读者认为, 这个断言带有民族虚荣心, 让我赶快重复一遍。 首先当英军掉过头来时, 他知道在与敌人接触前他比其他部队有更远的路要走。 其次, 当他遭遇敌人时, 他发觉基本上只有一支骑兵掩护队挡住至关重要的祸口。 事实仍旧是他摸索着进入德军的要害。 就这样, 一连串难以遇见和无法控制的事件几乎在开始时就决定了路上战争的命运, 除此之外留下的只是四年丧失理智的屠杀。 我们不知道冯毛奇将军是否真的对皇帝说过, 陛下, 我们打输了战争。 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毛奇对政治事件的预知能力大于对军事事件的预知能力, 他在九日晚上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事情进展不顺利。 巴黎以东的战事对我们不利, 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